林义士的所会案特征组上午再度传讯他的妻子彭爱佳 也第三度借题林义士来厘清案情 由于账款都不拢 外传特征组很有可能会让夫妻对职 甚至对林义士来进行策谎 不过两个人在特征组的时间只有短短半个小时的交集 而林义士的律师有退路 林义士呢回不当初 说和陈启祥说话是他这辈子所犯下的最大错误 厘清林义士的收会案 特征组上午第四度传讯林义士的妻子彭爱佳 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问题彭爱佳只低调说谢谢 身上穿着Polo山家牛仔裤 脸上神情看得出来有些疲惫 而隔没多久林义士也被第三度借题到达特征组 目前了解在三款都不拢的情况下 特征组很可能对林义士测谎 也不排除让妻子彭爱佳和他对职 甚至让母亲沈若兰三方对职找真相 沈若兰律师为了1800万的保管问题 再度来到特征组 但彭爱佳在林义士到达30分钟之后 已经先行离去 有没有对职不知道 但林义士的律师透露 他被羁押之后 妻子彭爱佳只有一次托了人 带了书汉衣物给林义士 而林义士则是悔不当初 说和陈启祥见面 是他这一辈子做的最错的事情